草屯镇和平里长青老人会举办一年一度重阳节庆祝活动 先议员廖子佑也到场给予长辈们祝福 而天气也已经迈入秋季早晚温差大 廖子佑议员也希望长辈们应多注意身体状况 我想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老龄化的社会来临 对我们长辈一个身心的健康 还有对他们的福利的照顾 这个是我们所有民意代表 还有我们行政单位的一个责任 祝福我们所有长辈大家重阳节快乐 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冷 早晚温差大 在这里活跃到我们这些众部 要记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早晚要加一件衣服 先议员检请前也到场给予长辈们祝福 也希望在未来会与理事长配合 社区长辈们所需的福利都会全力配合 在我们长青老人会里面 可以说是相信你很强 所以说来的人非常多 经验的一日都会很专利 跟理事长配合 这些所有老人需要的包括 你说家水器 甚至老人乘车 还有庆祝金 你看我们的官长非常用心 五百也变成一千 甚至照顾我们的少年 可以说我们的孙子都没有福祉主要 期望在这次的重阳节庆祝活动中 可以让在场的长辈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也祝福长辈们 俘虏东海 寿柄南山 记者 李永胜 草屯 采访报导